而战后的香港人口倍增 对大学教育的需求也随之上升 由60年代到80年代的大学生 其实很多都是家族里面第一代入读大学的成员 他们当中不少来自基层家庭 在公屋长大 入到大学是可以改写他们 和家人一生的黄金机会 大学教育是促进他们在社会向上流动的平台 政府为了减轻基层家庭的经济负担 在1969年推出资助专上课程学生计划 为有需要的同学津贴学费 书补费和生活费 让基层同学可以应付大学教育的基本开治 随着社会迈向知识型发展 大学教育不再只是着重知识的传授 更要走出教室 以体验的方式去学习 其实即使来到千禧年代 有很多大学生都在家里面第一代入读大学的成员 以港大为例 有30%的学生来自基层家庭 他们和家人胃口奔驰 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参与课堂以外的学习活动 这些活动对同学发挥潜能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由于政府不会资助相关费用 这些基层同学很难享有均等的学习机会 2008年 除立之校长成立第一代大学生作学金 大学教育是栽培下一代的重要一环 但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阶梯 等基层同学有机会打破花袋疲困 很多基层的同学都是在家里面第一代读大学的成员 我希望第一代大学生作学金 可以成为一个跳板 等同学飞翼理想 追求知识 培养多元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养多元能力 每个月的措market 都好 同学写感 也会在这里 在会面新加密矿 中央搞定 ただ不得出 一样小时 使用 руб 我們看得到在一些香港的低收入家庭裏面 其實他們去支持子女去參與這些校外活動是一定的困難 我很記得有幾個同學他們拿了這個助學金 他們去了非洲幫當地的人做一些最簡單的淚水器 給他們一些安全的食水 我覺得自己本身的經濟環境已經這麼困難 你還可以想得到去幫人 我覺得這一個是令到我印象很深刻 這個助學金計劃的精神 就是一種受恩施恩辛火相傳的理念 希望各位受助的同學 畢業之後可以回饋社會幫助其他的人和幫助母校 我們來這麼訪問好 我們可以iest找到我們 也可以知道我們為何人か在這些 illegally 其實我們看到每個員工都如此 都會在支持公關 因為我們很長的遇上 需要很長的位置 因為我們可以進入 公開小人的總統 我們今天要參與 我們是否有的話 我們可以進入 一種種怎麼調校的 我們是否會進入 我們可以進入 還有一個很大的